很多人不喜欢喝这个登方树叶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现在去超市看一下那些瓶装饮料 包括各种奶茶 那个配料表真的一个个都像一篇小作文一样 咱们的舌头味觉啊 已经被这些科技狠活欺骗了太久 然后你猛的尝到了这个茶叶本身的味道 还是没有香菌色素 不加糖 完全不甜的 你会觉得很不适应 很嫌弃他 有一个网友评论 为什么登方树叶还不倒闭 难道他还又回头客 答案其实恰恰是 喝登方树叶的全都是回头客 每个喜欢喝登方树叶的都会经历 嫌疑他 理解他 爱上他的过程 他纯粹自然 无添加的口感 在那些甜出饮料面前 就像一股清流 一旦结束就再也戒不掉 所以登方树叶能从十年前的最难喝榜单 逆取到今天茶饮推荐榜定一位 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 暂时放下那些甜出饮料 尝一下这个登方树叶 就可以先从这个茉莉花茶开始 因为这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一款 正好现在有活动 他家500毫升一瓶的是买5块钱 然后这个900毫升超大装的 才6块钱 折扣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尝一下 后续你会爱上他这种自然纯粹的味道 永生之年第一次好到农夫山泉登方树叶的羊毛啊 他们家一瓶500毫升的是5块钱 然后这个是900毫升的巨大装的 才6块钱一瓶 折扣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登方树叶真的就是货架茶饮的天花板 口感非常干净纯粹 它是真茶真萃曲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添加的甜水饮料 我身边有喝了几十年茶的长辈 对登方树叶的态度就是 嫌疑他 理解他 爱上他 当然登方树叶是完全没法和那些真正的好茶比一比的 但是就商场里能买到的水来说 登方树叶真的是他们喝茶人的首选 你要是也不爱喝水 不爱喝那些甜水饮料 那一天整一瓶这个登方树叶 每天的补水需求也就够了 他这一瓶是零卡路里的 趁着现在他正好有活等 大家可以多囤几箱 据说一枚硬币的表面可以承受50滴水 我们来做个实验 这个硬币滴水的吉尼斯试验记录是183滴啊 那今天咱们也不多滴 简简单单挑战个184滴 要是没滴到 直接接受热评第一的惩罚 那咱们直接开滴 你别笑 滴得我头晕眼花铁门 于是我最爱的三小酥缓一缓了 你感谢我个部数买了这么一大包三小酥 更离谱的是 个部数都是50根 不是100根 而是整数200根 关键参加不仅量大 饮料也是纯可口之夹心 吃的非常香甜酥脆 时候有好吃 真的可以撑 回满血了啊铁门们 咱们接着滴 最终是滴的99滴啊 我严重怀疑 外国的硬币比咱国内的大 要不然这么小的玉米用币 怎么可能滴到180多滴 你们切玉米是不是也是这样 光光一顿剁 你看这下面都剁烂了 不说也切不开 这句话是应该翻过来这样 你看一下就滴了 咱们试一下啊 这么长的咱们都是这么 硬手按着切 确实切挺费劲的啊 而且底下的玉米 如果你时间大的话 肯定就剁烂了 那咱试一下视频里的方法 好不好应用啊 哦 真的好用 听闻 剥玉米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看全都扣难了 也剥不下一个完整的 正确的是呢 你用一个剪刀 从中间的这个地方 给它插进去 然后这样一拧 它就开了 你再这样剥起来啊 它就很轻松啊 这玉米棒子应该很结实啊 有这么容易裂开吗 咱们试一下啊 不过话说 这种包好的 即使玉米粒 才是最方便的 喜欢吃玉米 又不爱啃懒得做的 早起上个上班 就可以来上一包 这个玉米粒 第一卡营养又方便 吃起来就是甜甜的 水果玉米的味道 一口下去啊 香嫩多汁 现在下单 现在还给大家 争取了优惠价 先用剪刀 给它穿进去啊 看看是不是 那么容易就把 这个玉米棒子给裂开了 好 哎呦 这个小妙招 好像不是那么好硬 铁子满啊 果然这个即使玉米粒 才是对咱懒人最友好的 这样的商家能赚钱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眼红 别的泡面 你买这么一桶 根本吃不饱 然后再买点卤蛋啥的 算下来得小十块钱 它这一碗可就厉害了 里面一块粉 一块面 还自带一个卤蛋 一份菜包 配三四个料包 这满满当当的一碗 比普通泡面还便宜 一口面一口粉 再来一口卤蛋 想吃啥吃啥 真的是快乐加倍 我吃的这是酸辣粉的啊 我感觉它真的比外面店里 十几二十一碗的酸辣粉 吃的还要爽 而且里面还有这种豆皮啊 青菜啊 超多料 就这个价格 有粉有面 有菜有蛋 真的超级划算 铁门们赶紧撑 这几种啤酒千万别喝 第一种就是配料表 含有酒花浸糕的 这种酒喝了铁定头疼 酒花浸糕就是导致你头疼的 直接因素 这纯属外行瞎说啊 酒花浸糕和头疼没关系 那喝白酒也头疼 白酒可没有酒花浸糕 喝酒头疼 其实因为酒里面含有的高级醇 高级醇越多 这酒喝了就越容易头疼 那酒花浸糕 其实是啤酒花的奇取物 它和啤酒花的区别 就相当于浓缩果汁和鲜榨果汁 一般低端耕业啤酒 都用这玩意来降低成本 除了酒花浸糕 还有大米 啤酒花之际 甚至玉米淀粉 糖浆 都是耕业水皮 常用的降低成本材料 这种与其说是喝啤酒 不如说是在喝利尿剂 那真正的好啤酒 一定是麦芽能度越高越好 并且原料只有水 麦芽 酵母 啤花 多一个都不行 能想尝试好啤酒的 可以试试这款精酿 麦芽能度12 配料只有麦芽 酵母 啤花 产地青岛牢山 真正的青岛原浆啤酒 你们一尝就知道绝对不一样 这垃圾袋 真就没有一个够数的吗 50一卷做的 我数了一下只有26个 简直离了个大铺 这是我刚买回来 网上最火的垃圾袋 对人说 这个垃圾袋咱们试着下来 首先它是够数的 其次它的质量也是绝对够硬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价格也不贵 那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放心入 大家买回去之后可以自己数自己测 这拉一袋少一个我赔大家十个 酱油您是每天离不了 光喝酱油也能解馋 刚刷了一个评论 说鱼切大爷做饭方法都特别简单 食材也特别普通 味道也特别难吃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跟着鱼切学做饭的博主 都是只做不吃 咱就是说鱼切大爷做的饭真有这么难吃吗 今天咱不仅要跟着做 咱还要吃下去 尝尝味道到底咋样 弄小碗倒点酱油 弄小碗倒点酱油 这酱油必须得是零添加的啊 看看配合表 就只有大豆小麦食盐 还有口膜 180天日晒夜露 珍重纯粮食酱油 点几滴的香油 点几滴香油 拿白馒头站着吃 浅尝一下啊 您才懂着 这味真的还可以啊 这纯粮食酱油直接吃都是香的 再不就是刚熬出来的白米粥 刚熬出来的白米粥 酱油倒进去再点点香 酱油 香油 在我们小时候拿这解馋 尝一下啊 嗯 有点好吃的模式 我突然有点理解日本人为啥各种酱油拌饭了 因为他们吃的也是这种纯粮食酱油啊 这真的口感非常香 就像咱小时候吃那种酱油拌米饭 没有一点贴牙剂的味道 真的超级香